新手父母照顾子女多半会参考育儿书 教您怎么照顾新生儿 但是在面对父母逐渐年长凋零 面对生老病死身为照顾者的子女 可能因为不知道如何寻求资源彷徨失措 现在有出版社推出了首领照护专书 希望为人子女或是职业照护者 可以为他们提供专业意见 为台湾迈入高龄化社会做准备 签向安宁缓和医疗意愿书 拒绝临终前无效的维生医疗 是每一个人可以为自己做的最后一件事 但是在那之前 台湾65岁以上的首领人口 已经达到总人口20% 263万人 等于每10人就有一位老年人 到2017年台湾将迈入联合国定义的高龄社会 针对首领长者身体不同状态的照护专书 提供实用的代办事项指南 包含总统夫人周美清 一届及社福团体都出席发表会表示支持 当我们有很多百岁人瑞的时候 大家可以推算 那个照顾者其实通常已经70岁 他才会照顾90岁的人 所以当我们的平均率是80岁的时候 我们的照顾者成年子弟 其实一直老了 怎么做呢 其实我觉得对人一打掉 大家都在摸索 那我相信这本书呢 可以让摸索的人不需要摸索 在终老之日来临之前 首领照护是台湾社会 先要面对的课题 陪伴父母安心自在到老 除了社会各界提供资源 现在又多了一项参考指引 新唐人亚太电视 陈辉摩张明竹 台湾台北报道